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对 如果是妹子杀人就很合理啊 因为 只要知道那个妹子的身份的话 好 继续 副所长 原您在这里 我有话跟你说 又是你 我已经说过了 我很忙 没时间奉陪啊 本乡副所长 这次可不是在请求您 只是命令 你现在涉及伪造鉴定罪 伪造鉴定罪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你给某些人 精神鉴定报告 有伪造鉴定 什么 这怎么可能呢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真气人太甚 敢说 你有证据吗 有 就是副所长 你所涉嫌报告的证据 OK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喔 诶 我们在选个错的啦 免得每次都错 这样子比较理想一点 嗯 这个啊 这个很明显是错的 OK 那就是这个咯 按错了 第一个才对 这份是所长室找到的鉴定报告书 上面有你的签名 这上面的名字 警局那边已经查过了 全部都是北条会的黑鹅势力的成员 这 这是巧合 副所长 你的意思是 你和所长偶然做出精神鉴定 而鉴定的人又刚好是精神衰弱状态 而且恰好是北条会的成员吗 会这么巧合 我 我都说了 这是巧合 你 你怎么没完没了的 我也可以再做一次给这些人做精神鉴定 呃 够了 我们手上的证据已经十分充分 本乡副所长 不 本乡还都 跟我们走一趟吧 助 助手 是 所长逼我的 不是我干的 这些话 等你到局里的交代吧 现在 老老实实的 跟我们走 哇 国中生安喽 好的 好 之后副所长被带去警局 来西行警说 他先回一趟局里 就离开了FPRO FPRO的背后 存在着社会势力呢 我明白为什么这里的研究员 会对所长 会对所长迎听计从啊 神奇前辈 应该也是被所长恐吓要挟了 去告诉他副所长已经被逮捕了吧 神奇前辈 应该是第二研究室 神奇是谁啊 哦 神奇就是给我第一集卡的 嗯 会前其实都是北条 北条事例 就是有 有黑社会去给你会前这件事情 其实就很难有理说不通了啦 那副所长有可能是被威胁的 也是有可能的 通常调查所谓的金流记录 如果副所长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调查出来结果了 嗯 那个有什么事吗 有什么事 我来告诉师兄 副所长已经被抓起来了 副所长被 是吗 那都结束了 对 师兄你以后 都能对他们为命是从了 我 我知道了 既然副所长不在了 我就把我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 哦 那么好 谢谢 那我可以问问 你和所长之间究竟怎么回事吗 嗯 不过说来话长 没问题吗 啊 没问题啊 是我有问题啊 如果你能说给我听就好了 你知道我母亲为阿兹海默症住院吧 嗯 我母亲发病是因为我引起的 怎么说呢 我父亲性格很暴力 但凡有一点不满意 就会对我母亲动手 但是母亲只保护我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 父亲就不回家了 说实话 我和母亲都心安了不少 可是 就在没了父亲 生活稍微有点起色的时候 母亲为了跟我上学 日夜操劳 你知道 阿兹海默症 是什么原因发病的吗 嗯 根本的原因 就是这些理由 呵呵 然而 这些蛋白质的浓度升高 主要原因 可以说是睡眠不足 或者压力过大引起的 对 极端的压力会诱发阿兹海默症的发病 我发现母亲的情况 越来越不对劲 结果 有段时间开始 她开始每天都变得很健忘 不记得邻居的名字 去超市忘了要买的东西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极度疲劳 工作上也不断出现失误 母亲自己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我带母亲去了医院 被诊断为阿兹海默症 早老性痴呆 可是已经太迟了 等我意识到病情严重性 母亲已经连我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可是 那不是你的错 也许真的是因为压力太大 但你也不该过分自责的 不 如果不是我 母亲就不变这样了 按照现在医药水准 只能延缓阿兹海默症的病情发展 不能治愈 所以我 后来 为了真生活费和医药费 一边做好几分兼职一边学习 终于当上了研究员 一开始还好 这里有最新的设备与技术 我觉得 对于自己研究痴呆症的新药 是最好不过的环境了 可是 是所长吗 嗯 虽然研究有所进展 但不可能马上拿出成果 我一直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 这时候 所长他 神奇啊 再这样下去 我就没有办法 给你拨款了 不 只能让你从FPO主动请辞了呢 这 这怎么行呢 所长 你也是搞研究的 你应该知道 这种研究不是马上能显露出结果的 就像武汇报那样 研究现在是进展得很顺利的 只要再过几年 就一定能 唉 神奇同志啊 我想你可能有些误解呢 我先跟你说明白了 像你这样做不出成绩来的研究员 继续留在这里 为淋累我的风评 也会受害的 你竟然拿不出成果 又拉不到弹注 你留下来对我来说 是百害无一例呢 所长 你 你是为了钱 才研究的吗 没错啊 有问题吗 你是为了患者做研究的吧 真是鱼不可及呢 像你这样累赘 我能留你到今天 你就该对我千万岁了 啊 该不会神奇杀的吧 行了 现在我们该说正题了 我这个人是很好说话的 你这样的累赘 我也愿意给你个机会 有件事 我希望你去替我办 我 我该做什么呢 怎么样我才能继续研究 别激动 听我说 你的下个月研究汇报上 就说 你正在研究的新药 对临床试验对象是有效果的 那只新药 连动物时间都没有耶 你 在这个阶段 就发布消息 所长 你要让我篡改结果吗 这种是我做不来的 换个地方吧 虽然很花时间 但还能继续研究 可是要让我搞学术造假 那我就 唉 你是为患者 而不 为了你的母亲的研究吗 没有关系 我早就想到你是不肯干的 知道了为什么 你误会了 这不是请求 这是命令 你无群拒绝执行我给你下载的命令 什么意思 你看看这个吧 这 这是 是 之前所长 你让我做的 杀人案的报告鉴定书 这怎么回事 我根本不是这样汇报的 这个报告 根本就没有精神问题 我怎么可能会说有精神问题呢 没错啊 蛤 雍卫啊 是我找人改写的 不过那你仔细看看 你的签字都还在呢 怎么会这样 你明白自己的处境了吧 这份报告 就是你提上去的 现在 可以说是你伪造了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呢 这么一来 你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呢 你说呢 神奇 伪造鉴定罪 没错 如果你但被问罪入行 谁还支付令堂的住院费呢 还有 也没有人继承你的研究人呢 不过 只要你的下一次发布的时候 乖乖按照我说的 我就既往不救了 我 我明白了 请你高抬贵手 很好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你的 我这么好说话 不会再用你的名义去上报伪造精神报告了 只要你以后乖乖听我说话 哇 于是 我就照所长的吩咐 对他为听计从 怎么能这样呢 太过分了 我为了 推脱被扣上的罪名 反而真的做了错事 也许 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听他的 怎么会呢 该受惩罚的是所长才对啊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杀死的所长 但听说他死了 实不相瞒 我竟然觉得心里很轻松呢 嗯 双月打来的 嗯 双月打来的 喂 我是一只賴 帅哥 不好意思 能麻烦来一趟所长室吗 我有事情必须告诉你 哈哈哈哈 哎呦好烦哦 感觉好危险 好 那我就先回所长室了 有什么事情再告诉我 好的 好危险哦 我觉得我回去会被 会不会怎样呢 最后发生神奇也是 七条会的人 就要尽快结局了 先存个答案 太危险了 很抱歉 让你跑一趟 不过这些东西必须让你看一下 看什么 请看 这是被害人的验血结果 里面检测出高浓度的因离子界面活性剂 这什么东西 这是消毒液里面的物质 没错 问题是 为什么会在所长的血液中被剪映出来呢 还有就是可能会有所发现 所以研究员正在对遗体进行精明检查 是吗 希望您有所收获呢 好 转交给我 这是 B级的 好 这给我合适吗 对 调查还是交给你比较稳妥 而且这里也有人看着 好 得到B级耶 那我可以去调查我的案子 哇 两个案子都可以调查 真划算 B级可以进去了 那之后A级 A级进去的话该不会是 交给我比较稳妥 我直接冲进来调查我要的东西 超稳妥的 1-2 5-5 8-7 9-6 看不懂 1589 那这身密码是不是 报告3 之前收容天野领鹰的特殊新少年治疗所 查看过该所的监控录像之后 向云期赖以会面为由 与天野领鹰见面协助其逃亡 天野领鹰跑了 应该是那之后 向云期赖就回到了FPRO 在营救室内上吊自杀的 蛤 向云帮助他逃走 为什么向云校帮助他逃走啊 这不是一个很普通的案子吗 这就是FPRO想要隐瞒的事情 这是 写的密码是日期 是什么密码 还有密码日期 案发是12月27日 12月27日 该不会是叫应对吧 哇 直接输了 嗯 12是一样的 27 1218是不是 不12变21 18 那很简单吗 密码错误 然后 9.06是什么意思 1.2 我知道了 1.2 5.5 我知道了 是几块是不是 所以12月27日是 12月27日 12月27日 12月1是2吗 2是5 27 這樣 A线 E卡 E卡换卡 划算 也许觉得比起不上手的所长是 保存在这里比较安全 好 还有时间 我不进去被抓起来 哈哈哈 直接B换A好划算 七賴的遺物 报告书 这是在七賴的口袋发现的 被认作是向元七賴的遺物 钥匙部分上检验出七賴指纹 而钥匙扣的部分 检出向元七賴与其妹妹的指纹 妹妹 完了 妹妹是那个研究员 精神检查结果 向元七代在压力下 会出现幻听和幻觉的症状 向元七代的高中时期 曾遭遇有人自杀 深受打击 引发了PTSD 接受心理治疗 在成为研究员之后 精神状态已经恢复 但因为对天野领鹰的进行心理诊治 导致曾经的PTSD复发 对啊 如果这个指纹跟那个 那个女研究员一样的话 向元七代自杀的原因 只对一部分研究员 以及所长汇报过 向元有保密义务 所以没有透露天野领鹰的讯息 警方接到天野领鹰之母报警 作为妹妹的天野领 因为涉嫌杀人被捕 胸刀上面附有天野领的指纹 根据天野领的供词 本该修我们在特殊青少年 治疗所的天野领鹰回到家中 自己下一世手持 厨房的菜刀对天野领鹰 并且天野领强调 为了防止姐姐靠近自己 她只举刀威吓 是天野领鹰主动 不过来抱住自己 往刀口上撞 但如果将这一事情公开 就变成是研究员 看管不力导致天野领鹰 从治疗所内出逃 引发的杀人案 必然会遭受舆论的谴责非议 索性菜刀上只留下了天野领指纹 而知晓天野领鹰在FPRO 接受治疗仪式的 也只有一部分的研究员 天野领目前13岁 从未接受过任何的精神检查 因此 如果主张是天野领主动 杀死天野领鹰 应该是心而易举的 好 回所长室吧 不过那个人的情况 的确要注意 好 可以查到那个人的讯息 所以天野领鹰 天野领鹰就是有精神疾病 然后被送到研究所嘛 被送到去调子 去检查 然后那个上吊自杀的 向元 七赖 为什么要放他出来啊 为什么要放他出来 然后让我们的领鹰回家 让他有机会 会可以扑那个 害那个他妹妹杀他 就不太知道了 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 向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好的 所有人都在啊 那要推理了呢 好的 科长跟三月还有生气也在 发生什么事了吗 好 对正口供 那个 是三个人有嫌疑吗 除了神奇事中外呢 应该对我不在场的证明 不 从我们警方的角度 可能存在暗中商量好串供的情况 而且与被害人同个阵营的本乡 也有行踪的可能性 对 三月小姐吗 毕竟是受害人遗体的目击者 所以也麻烦她来了一趟 嗯 那 那 答案是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好 分享讯息 原来如此 被没有发现和死者遇害的线索是吗 蛤 这两个线索真的没有关联吗 这两个案子真的没有关联吗 嗯 对了 在图长是发现的救诊卡 我回警局的时候查了一下那家医院 新北医院 对 那家医院应该是专制味觉障碍的 味觉障碍 我们查问了组织医生 受害人的味觉已经几乎完全丧失了 你看这句话好 好对字 哈哈 已经几乎完全丧失 当然 也许和本案没有任何的关联 好 可能和物件有关 对了 我有件事情 想拜托其中一位 好 麻烦你了 和你回来之前呢 我和一只赖 还有这里的三个人一起梳理一下案情 好 所以说 把我们叫来 是要怀疑我们吗 只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能直接下结论 不过 现在神奇应该是对受警方怀疑的 我 我吗 我听一只赖说 所长曾经威吓你 让你篡改的论文 而且案发当日 你没有不在床证明 三院小姐 齐等科长 和一只赖 在受害人死亡时段 等下午一点到两点 在第一研究室里 而他们三个人都做同样的供词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三个人有串供的可能性 是说我有作乱动机吗 的确 所长曾经威吓我 篡改过 但是 这可是杀人呢 我怎么可能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的前面都蛮符合逻辑的 在这里超级不符合逻辑 然后 副所长莫名其妙就被抓走了 伪造的案件 怎么会比杀人的案件还严重呢 你只是伪造而已 就把副所长给抓走 然后这边有杀人案 你说我们是嫌疑人 不把我们带走 落在这里一起讨论案情 是不是邏辑上很诡异 哈哈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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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